大家好 我是高金素美集 我是阿里 今年的3月29号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又发布了一年一度的 2024年各国贸易障碍评估报告 今年的内容 其实和去年是大同小异的 但是做了一个小小的更动 那就是今年的报告 把去年的技术性贸易障碍 这一节原来的第一段 要求基改食品进入校园的段落 挪到后面的食品 安全检验与动植物防疫检疫障碍去了 但是并没有删除 这令人感到非常遗憾 看来美国政府 就是要把基改食品 推进我们的校园了 去年10月18号 我针对美国的贸易障碍报告 咨询过经济部长王美花 当时我就说 美国这个贸易障碍报告 和台美贸易倡议不是两件事情 而是有前后关联的一件事 但是王部长却说 这本来就是没有关联的两件事情 现在美国的年度贸易障碍评估报告又发布了 而即将在台北召开的台美贸易倡议第二阶段的谈判 又要讨论美国贸易障碍评估报告 常年所关切的农业议题 大家认为这两件事不相关吗 王部长现在还想要坚持几件的话 那就不仅仅是一意孤行了 根本就是准备要丧权辱国 行政院经贸办邓政中政委已经对外宣布 第二阶段的农业环境和劳工三个章节已经进行了多次的会议 双方已经有了高度的共识和方向 那这些共识和方向到底是什么 美国贸易障碍评估报告中对台湾提论 很多年的那些没有科学依据不透明的贸易障碍指控 我们的政府是不是已经要依据已经签好的良好法制作业协定 照单全收全面开放了呢 台美贸易倡议中已经通过的良好法制作业 合法规合作的协定 并不是民进党一直宣传着什么高标准的贸易协定 多数国家都认为这是贸易强国 为了对付开发中国家贸易自卫措施的武器 根据WTO2021年的报告 全球启动或生肖的技术性贸易障碍就超过了3万项 而食品安全检验与动植物防疫检疫措施就超过了2万项 这是多数开发中国家面对少数几个贸易强国的最后的抵抗 但是我们却放弃了WTO的保护去接受台美贸易倡议的良好法制作业和法规合作 2014年欧洲人民反对欧盟跟美国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协定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良好法制作业和法规合作的规定 会侵犯到欧洲人民的劳工环境和农业的利益 这项协定一直到现在都还没签订 最近是政府的经贸谈判代表办公室都还曾经发过新闻稿 欧盟都拖了10年没能签订了 我们有什么必要这么急着出卖自己坚持多年的贸易权利 让美国人称心如意呢 为了我们和下一代的权益 我们要求即将在台湾展开的台美贸易倡议第二阶段的谈判 全程必须要公开透明 我也在这里呼吁国人 请大家一起来严密的关心和监督这个谈判的发展